视觉中国训 5月9日刘亦飞现身上海某酒店 当天她全黑look绣长腿 白领未浓 美艳无比 护保镖开档护送行发足 保镖护送的刘亦飞走路姿势气场十足 刘亦飞是娱乐圈中坚持不用替身的一线女星 早前被爆出耍大牌仪式 直到不少工作人员和现场的临时演员挺身而出 才打破了这个谣言 让我们看到了兴气又气质的刘亦飞 此小居然还会如此的平易见人 更是对工作毫不含糊 近日刘亦飞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排袭境况 秉承水吸后 这画面有点搞笑 照片中浑身湿透的刘亦飞大口喝水 见镜头菜笑可爱满分 但从她拍完水吸后可以看出来 她在水中憋了不少时间 喝水的时候狼吞虎咽的状况 就知道她有多累了 身上一件又一件的盖着 证明此时身上一定非常的冷 没想到这个情况下的她 依然非常乐观开朗地面对镜头 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十分甜美 让人不禁想到了当年的小龙女 一旁的工作人员非常心疼 手忙脚乱地围着给她去寒 而刘亦飞脸色早已透红 整个人都是冻僵的姿态 不得不说刘亦飞真的很敬业